江西赣州国际陆港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000列 9月24日 一列满载着小家电 日用品 电子产品等货物的中欧班列 从江西赣州国际陆港驶出 将经过阿拉山口口岸出境 立即将于17天后抵达匈牙利布达佩斯 这是赣南革命老区 自2017年4月23日 开航首套中欧班列以来的第一签列中欧班列 据了解 今年以来赣州国际陆党积极承接转移货源 科学合理制定中欧班列开行方案 强化集装箱和空车保障 实行优先乘运 优先装车 优先化运 为企业提供一站式运输服务 目前 赣州国际陆港已连接满洲里 二连浩特 阿拉山口 霍尔果斯四个边境口岸 累计载运进出口货物价值达162亿元 覆盖中亚五国及欧洲22个国家 151个城市 开辟了一条中部陆入外贸大通道 助力赣南老区加速成为对接 融入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和货物集散地